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最近有個靠北女友的天文小妹有看過嗎? 關於現任女友丟掉前女友送的PS4這件事情 我 表持嚴正的抗議 但是我會找一個溝通的方法 好啦 如果我的現任男友發現了PS4 是我的前男友送給我的時候 他找我談判 我該如何是好呢? 狀況劇1 欸 那個PS4 我真的看得很不舒服欸 你會不會不要再玩 蛤? 可是這是我的東西欸 而且就是我實況要用到啊 這是我的工作 我有需求 我不能不用啊 可是我真的很不舒服欸 不然 我把它丟掉啦 怎麼樣 不然 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我這樣看著你在這邊這麼寶貝 每天都在用錢來好的東西 真的讓人不爽 蛤? 不要鬧了好不好 耍任性喔 有什麼問題嗎? 這是我的工作欸 我就一天都不能沒有他啊 就不行 這跟錢哪有什麼的無關好不好 這跟錢有關 錢有關 不然我給你一個折衷方案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丟掉的話 那不然你再買一台新的給我啊 然後呢 對方這個時候呢 就一定會說 蛤?可是很貴欸 然後很多錢什麼什麼的 我不想要花這麼多錢 然後我就會說 可是是你要把它丟掉欸 又不是我說要丟 不然一人一半 就是買一台新的然後一人一半 我告訴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退一步好不好 我跟你講 因為正當你在玩PS4的時候 他正在浪費你的時間 跟你吵架 他一定 就是首先他一定也有想過 當你不願意把PS4丟掉的時候 他要有怎麼樣的B方案跟B計畫 而且 我告訴你 你今天 退了那一步 剩下的時間 都不用再花了 你看看 那個男的 花了時間PO文 還花了時間回文 花了時間跟女朋友吵架 花了時間PS4被摔 他要買新的 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這中間浪費了這麼多這麼多 個步驟這麼心理的憔悴 你只要 多花那一半的錢 這些 全部都沒有 而且重點是 今天 他就是拿一個 如果很強硬很強硬的態度 去 痾 跟你談判說 PS4這件事一定要丟掉 那是不是代表他心裡 其實超care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又很才死 不可能 這個PS4你要我丟 想都別想 我告訴你 女生心裡會想什麼 就會想說 好啊 現在是怎麼樣 要為了一台PS4跟我吵架嗎 還是前女友 的PS4跟我吵架 是不是 那 他是不是 這台機器 在你的心裡面 是不是有什麼很特殊重要的地位 是不是因為 你覺得有什麼紀念價值 才死都不肯丟PS4 看我跟你講 女生根本就不會覺得 你的PS4裡面有什麼重要的紀錄檔 還是什麼什麼之類 想太美 你真想太美了 他不會求 他不會 他不會想這麼多 他就不會覺得 幹 你一定是在那台PS4裡面 有跟你前女友的 非常 呃 有值得紀念價值的共同回憶 所以你今天一定就不想丟這個PS4 因為每當你看了這台PS4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你前女友 你真的精神出軌 女生就是這麼煩 我告訴你 遇到這個這麼煩 你就是兩個選擇啦 你就是兩個選擇 一個就 算了啦 放生 如果你真的很愛他 那你就可以採用我剛剛說的那個方法 我願意退一步 不如我們各出一半 買一台新的 製造我們新的回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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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